明展红方两名男子抽烟聊天到一半 突然一名机车骑士经过 只见双方开始理论 当场张持了好一阵子 骑士气不过将机车停了下来 下一秒双方突然大打出手 其中一人更是纠战雀巢 坐上男子的机车就开始看好戏 警销货报后到场 两人还没停手 双方打进警局 更是对彼此提高伤害 码街吗 是眼睛这样还是 不走不确定是什么 原来事发地点是中山区 移出社区大楼的后巷 近两年原本一间国际知名健身房 在社区大楼开幕 居民很开心有地方可以运动 没想到却发现是噩梦的开始 因为健身房员工不停在后巷抽烟 甚至还会乱丢烟地 大声喧哗 保全劝道也置之不理 让居民不堪其扰 24号住户成心男子才任无可忍 爆发肢体冲突 因初步厘清及在场人的身份 及发生经过 系陈南与阳南 因停车问题发生口角纠纷 进而互相推击冲突 双方皆有脸部差挫伤 之后双方双双提告 过前进南买好邻居 住户和健身房的冲突 恐怕难以化解 记者综合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你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